北欧丹麦第二大城奥胡斯 创建于西元八世纪 有五百年历史的老街 当代美术馆远近驰名 拥有让人惊艳的彩虹桥 这座兼具历史与现代感的欧洲艺术之都 竟然还有全世界最大的金子库 空间宽敞 环境整洁 成立35年的Quaios 金子库存放着13万份金子样本 奥胡斯是丹麦最大的大学城 六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学生 因此不缺少捐赠者 金子库还全世界首创 导入最新数位科技 利用VR虚拟实境眼镜 提供给捐赠者使用来鼓励 农业捐输 而且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好处 金子库每年处理两万件个案 已经在八十多个国家 诞生了两万七千个婴儿 样本的品质当然重要 捐赠者必须身心健康 没有家族遗传疾病 再经过十次测试 金子才能被接受 而且拒绝经常出国的人 全球一百多国都有金子库业务往来 过去两年疫情期间 许多女性因为社交机会减少 又想自己养育小孩 对受赠金子的需求激增 很多人因此透过网路寻求咨询 金子库也同步推出线上服务 内容科技协助 人类受孕 另一个例子是在印度 就在梦满的贾吉亚夫妇 结婚四年西夏五子 由于父母亲急着暴孙 因此找上印度最知名的 不孕症治疗中心 贾斯洛医院 家家夫妇接受医生建议 决定进行IVF人工体外受孕 也就是做试管婴儿 因此为提高成功几率 贾斯洛是全球少数几家医院 首先采用AI人工智慧 胚胎选择技术 利用影像及大数据 分析以往成功率最高的胚胎 和人工受孕进行比对 然后再把好的胚胎 植入母体内 除了选择胚胎 未来人工智慧将可能应用 在增加女性自然受孕机会 以及减少遗传疾病 让这项先进科技造福更多的人 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